好,要帶您來看到是在台北市知名的長春四面佛 是因為樂福客棧的都根在這個月中暫時 遷往了50公尺外的新地址 但是原本合作百販花店現在全出只剩下一家 被同業抱怨說是整晚都捧去了 不過此地來查證這特約店家表示了 說沒有禁止從外面帶花來供奉 有的信徒甚至不知道四面佛已經搬家 就先在附近買花財過來拜拜 他們在廟裡面擺,反而生意變得比較差 拜感情,拜財運,拜平安 拜事業,每一面各有功用 來到四面佛,信徒常常供奉鮮花 小奔花一百,花束三百到一千元 立體花價則要價三千到五千 這裡香火鼎盛又是二十四小時開放參拜 宗教信仰的龐大商機 卻在四面佛搬家後起了變化 以前救人的,還有這裡這一家都不錯 你買會特別挑哪一家買嗎 沒有,就是誰也 你也來,你也是買,就是買門口的一家 原本兩家花店擺攤,三月十一號遷移到附近店面 特約業者只剩一家風采花芳,傳出同業因此不開心 想要找明代開協調會 風采花芳私下澄清,信徒從外面買花 過來拜四面佛,不跟他們買也沒有關係 搬過來這半個月,生意反而少了三分之一 不清楚其他花店為何不滿 四面佛本來坐落在六幅客棧 為了都市更新暫時離開 預估四五年後就搬回去 不只貢花的通路發生爭議 因為出入人潮多 新鄰居也有不少反彈 記者劉松林無上線,台北報導